哈喽大家好大王 我是晚安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关注的一个探灵播主 叫户外小龙 感觉终于有一次你说的内容我也看过了 就之前其实有小伙伴给咱们留言 私信 就让我去看一下这个户外小龙的视频 其实我之前看过 看过几期 但是那段时间呢 我是基本都是自己在家 所以那段时间就不敢看了 但推荐之后呢 我就又看了好几期 他之前的直播的录播 感觉怎么样 怎么说呢 我是觉得特别诧异 他遇到的超自然现象 如此的密集和高能 对我也觉得 我觉得可能啊 可能是他去的那些地方 本身就领体比较多 或者是地方比较偏僻 所以今天呢就挑出来几期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所有我看过的期数里面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三期 第一期就是龙山庄 还有就是白雪亭 还有荒野惊魂 遇到鬼结婚这三期 这几期还真的都挺厉害的 你觉得如果你要 一定要让你选一个的话 就第一名 你会选哪个 就包括我没有说过的 我觉得应该是龙山庄吧 因为我记得我看完龙山庄那三期 然后直接就通宵看完 就开灯睡觉 连续好几天都开灯睡觉 龙山庄三期都是全程高能 其实很难说出哪一点 是让我说必须要说的 我的总结就是全程高能 好吧 那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有人可能就会问了 超自然现象画面有什么可稀奇的 后期可以做呀 但是他的视频呢都是直播 在直播的过程中 基本上是做不了后期的 那所以这期呢 我们就先聊一聊龙山庄 龙山庄呢 是东北某个县城一个被遗弃的山庄 有点像龙家乐的感觉啊 他本来的主人呢 在建好这座山庄之后 没多久就去世了 所以这个山庄因此就无人问津 小龙第一次去龙山庄 是跟小新去的 小新是他的一个同伴 他俩到龙山庄以后呢 因为已经遗弃很久了嘛 按理说其实遗弃很久的房子 是应该很乱的 对呀 但是他们俩就刚到那个山庄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山庄完全就不像 很久没人打理的感觉 所有的布置都紧紧有条 而且直播的时候是冬天 山庄附近的雪 都感觉被人扫过一样 我当时看也觉得 一点也不像没人住的感觉 就是所有都很干净 我看第一期的时候 都怀疑是不是真的还有人住 像一些生活用品啊 都好像还很有趣的摆着 我当时看到这的时候 我当时不认为这是一个灵异现象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 那有一些可能一些人无家可归 可能就会在里面住啊 或怎么样 当时在直播间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网友 有我这样的问题和疑虑 但是小龙呢 他自己是非常确信 这个山庄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他的周围也看了一下 是没有人的 就整个山庄的布局呢 也很奇怪 刚走进去的时候有一个长长的走廊 就关于走廊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 就是关于香港租房那一期也有讲过 就是我看底下有很多小伙伴留言说 其实走廊在就是格局上不是特别好 第二点呢 就是这座山庄似乎呢 四个角的位置呢 都竟有一个像庙一样的建筑物 我当时看到这块的时候 我就在想 有没有可能 这个山庄的主人在建的时候 找什么风水先生布置过 因为他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建山庄嘛 所以四个矫建庙一样的建筑 是不是想镇住什么东西之类的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 然后开始呢 小龙和小新在围着山庄转一圈的时候呢 感觉这个山庄还挺大的 有很多独立的房间 大部分都锁住了 在他们进入某个没锁门的房间 进行探林的时候呢 看见托布和扫帚自己立起来来回托动 看起来就像是有人在打扫一样 还有拍到书柜里的书自己翻页 车铃自己响等等 我看完第一期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山庄里面住了很多萌萌 而且还各似其职 就交代一下 就是小龙他们的粉丝称一些灵异现象 或者说灵体叫萌萌 所以看到扫帚洞那里呢 似乎也很好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初看山庄的时候 觉得那么的干净 然后这一次去龙山庄呢 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异动现象 就是他们进了一个类似餐厅的房间 那个桌子上呢摆了几瓶酒 小龙在拍他们的时候呢 就突然自己转起来了 对我记得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的时候 再进入到那个餐厅看到原本只有 九瓶的那个桌子摆好了五福瓦块 因为这一次去是小龙和小新一起去的嘛 小新在撤回来的时候 完全自己吓哭了 所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时候 小龙就带老袋一起去 老袋呢就是小龙的另外一个同伴 老袋是真的活 我感觉因为第二期和第三期 因为老袋陪着小龙一起去的嘛 感觉更细节的了解了整个山庄的布局 不然的话我感觉是有很多地方是没法 可能就看不到 第二次去龙山庄 我印象最深的两个高能点 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摆好那个碗筷 然后再一个就是在厨房的位置发现了一个暗门 然后这个暗门呢我们一会儿说 那之后呢他们就进到了一个类似卧室的地方 你是说山庄那个最靠外侧的那个房间吗 那个我真的觉得特别恐怖 对就是那个房间 就是看起来像一个办公室 但书柜后又有一个暗门 直通一间卧室 就是那种啊 暗门后一个卧室 类似于藏老王的地方 但是这个卧室就是看起来完全不会让人觉得 这里面没有人住 床尤其是那个梳妆台 还有生活用品拖鞋 都好好的摆在那儿 那个房间也是出现了早已断定的水壶 突然烧开冒白烟 那衣柜传来巨响等奇怪的现象 那衣柜这里呢 我是真的很佩服老大 就当时听起来就感觉柜子里面有人不断在敲打 那老大直接上去把门开开 结果里面什么也没有 老大在这里真的是战斗力爆表 我个人感觉第三次探龙山庄真的是全程高能无尿点 他俩再次去了那个白碗筷的餐厅 然后听到那个筷子快速的敲击碗的声音 然后呢就在那个时候看到五个碗的筷子一起立了起来 那个画面真的吓到我了我到现在都觉得内心有阴影 对而且在他们惊慌的跑出那个房间之后再透过那个玻璃往回看 就看见那五副碗筷又摆好了 就好像是他们吃完饭了又收拾好了一样 除了这个高能之外呢还有一个常被大家提到难以解释的事情就是 小龙和老代发现了一间之前一直没发现的房子 那个房子藏在整座山庄后侧 不特意绕过去呢很难发现 在这个房间里面小龙和老代发现了一个坛子 坛子周围有符还有四个碗扣在周围 老代进去祭拜 这个时候呢就突然起火了 坛子直接碎掉了 他们俩就赶快逃出那个房间 那这个时候老代突然倒地 就感觉被什么东西拽住了 被快速拽出了视线 那还好小龙及时拖住 那结果没多久在准备离开山庄的时候 小龙也突然被拽住了 那从视频角度看到小龙被快速的拖拽 直接拖到了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诡异的房间 这也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因为他们俩看起来就是一米八九的东北大汗 就感觉那个体重应该还是比较那什么的 结果在视频里面看到就是他俩被迅速的拖拽 感觉一点也没有费劲 可想而知那个劲儿得多大呀 我看到有就是网友在里面分析啊 说就是之前那个放坛子那个房间 可能是他们俩进去以后打开了什么封印呢之类的 就可能就会被报复了什么的 我看也有很多网友讨论就是说小龙的这个视频是否可信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我之前在刚开始看他节目的时候 我是心存很多疑虑的 就像我开始说 我非常诧异他的视频和直播能如此密集的遇到非自然的现象 那我之前看过很多国内外的探林节目 就感觉很难拍到这样的超自然的现象 像我们之前节目里提到的探索频道的抓鬼行动大队 他们能在一期里面捕捉到一个这样的镜头 或者一个声音就很不错了 可是小龙的视频呢就几乎七期都是高能点 什么能自动开关啊 在他视频里面就已经是非常基本的操作了 对我之前有想过他会不会有一个团队啊 就是每次拍摄之前有团队帮他先把所有的东西都布置好 然后他自己去走位就好了嘛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这样子做成本太大了 如果按照他这样子做 我觉得是投入产出比完全不符 第二个就是他每一次的视频都是直播 那他直播也好几年了 如果真的有团队的话 怎么也会露出破绽来吧 比如说你在拍摄过程中 那个玻璃光反射出其他人 或者在现场听到其他人的对话 或者是脚步声 这些都挺难的 然后再者就是我自己也是影视后期嘛 那我觉得在直播过程中去做一个特效 那更是难上加难 就关于这一点啊 就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觉得这些都是真实的就扣一 觉得自己不相信就扣二 当然前提是大家都看过节目啊 然后其实除了这些超自然现象的讨论啊 然后还有一类讨论特别多 就是大量的粗口的乱入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他每一期前就是问候全家 因为毕竟探明位直播嘛 精神标准当中也很害怕 所以可以理解啊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记忆这一点 我觉得也算他个人风格吧 然后其实之前我有看过小伙伴在我们底下留言说 遇到这种超自然现象就一定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所以在气势上压倒对方的方法就是疯狂的问候输出吗 也许啊